3 2 1 电火 电火 起飞 替您 15300分 2022年10月31号 中国空间站孟天实验舱 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了 孟天实验舱的到来 将让中国空间站升级为三室两厅 实验舱里配备了高清1080P图像 和360度全景图像体系 效果堪比手机通话的语音设备 等等智能家居 甚至还为航天员送去了新的运动器材 孟天实验舱 其实它现在的定位 主要是在航天开展科学实验 从对人角度来讲 就是从航天工作做实验的地方 另外同时提供一个载轨的锻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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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支持流体物理、材料科学、超冷原子物理等前沿实验项目 梦天实验舱也是一个智能化的太空货运舱 通过实验舱上配置的货物器闸舱能够载轨释放小备星 还能实现货物自动进出舱 因为在以往的时候呢就是像咱们在航天的这里边 就是做船外实验的时候 在和基本上都是通过航天员出舱带出去 那么就是整个过程都可以全程有人照亮 航天出舱咱们也了解整个过程非常复杂 时间也很长整个的那个耗费的资源也很多 那么呢我们把它那个做成一个货物机的功能 就是航天员只要在舱里边这一端 负责装把那个这个载盒设备装到相关的机构上再去 或者是许钱了就可以了 其他过程都可以那个按程序制定来做 梦天实验舱对接准备后 中国空间站将建成一个T字构型的太空家园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 后续中国空间站将转入为期十年以上的应用与发展阶段 初步计划每年发射两艘载人飞船和两艘货云飞船 从前呢咱们那个设计是那个是十年 但是从从我们研制角度来讲呢 这是最低限度 那么到时候呢 运行运行若干净以后呢 可能会我们会要对国会的空间站里进行一个 那个相反情况的评估 那么如果十年设计起码正常那个情况完好的话 空间站会继续运行下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